歡迎各位分享這齣 看你比較好 很棒的地方都沒有人要坐 有這麼多人 坐這看不太好看你能夠給他加錢 變成一種很偉大的 聽說是黑人世界裡面 很棒的領袖 我記得我一年 在香港九年 要去百姓 從南非轉機 整個機場 這幾個步驟很漂亮 趕快說是一個人 那些都是曼德拉 所以我那時候可以想像 曼德拉是南非 去鄉東 不像那個時代 但台灣很多鳥都在賣賣 賣賣賣賣 果然曼德拉後來也有問題 被抓 沒有沒有被抓 沒有被抓 我們今天這部 是2008年3月14日 在台灣撒映 所以那時候 我們農村武裝青年 阿達有去看 買票去看的 聽說看得很感動 農村武裝青年 就是這個 我一家人 在香港人都不知道 就是這個主唱 現在來一現場 待會兒 他的方便 他一人來運動 最嚴重的 他唱歌 他就在唱歌 會越多唱越大聲 讚讚讚 讚讚 這有環環土地 什麼人說 什麼白海豚之歌 就在這裡那裡 真的有賣賣 我總不知道阿達的CD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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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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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位置我會再介紹 我先介紹 他是南非黑人民族主義的領袖 政治家 他是部落的囚長的教生 一九四十年 他拿到律師的資格 一九四十年 他參加 非洲的民主議會 簡稱為ANC 後來一九六九年發生一個參與 他開始去 鼓舞大家不要用國力 不要用遊擊隊的方式來南非對抗 怎麼會知道 只要這樣說 做了這麼多事情 一九六二年就講到 劃中宣監禁的 比如是台灣的胡起胡行 所以一九六二年被關 那 黑人對他這個事情 非常的憤怒 而且國際也一直是一個轟動的事件 那 一九九零年 那都是白人政府 叫做戴科拉克 這個戴科拉克跟台灣很有因緣 因為台灣啊 歷史以來 跟南非的建交國靠這個戴科拉克 也就意味著 台灣的那時候的國民黨政府 用資金 用很多的事情 在幫助這個戴科拉克這個政權 也就是 戴科拉克這個政權 一直在欺負南非的黑人 也就是 拿了國民黨的錢 去買武器殺 這個麥克拉 所以 劉哥你有 印象 一九 九英尼 曼德拉 這個放出來 後來開始去選舉 一九九三年 九十五年 一九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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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拉有出來說 我不是因為 中共的關係 跟台灣斷交 我是因為我的關係 要跟台灣斷交 因為 我們 已經連受二十年 國民黨政府 支持 曼德 非洲政府二十年 來 壓迫他們的黑人政府 所以 一九九十五年 條總統 做到一九九十五年 成為 後子餅時代 那個歐洲 沒有沒有 非洲 非洲最受尊敬的人 一直到今天 現在還在嗎 還活著 我現在還活著 那 這是 很重要的 那 我們就來 看這 這個 便宜之後 等一下 我相信我們 老春有種情 沒有啦 什麼 一定 霜東 霜東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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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南臺灣 放這幾年 是這個 市城 放這幾年 是過年 放這幾年 我相信 它有一個 絕對的 這種不一樣的因素 我們的 農村有種情人的阿達 會陪大家 一分之中 有事算你的 沒有事算我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 來分享 好